根据法庭文件 46岁的林航在纽约上周罗切斯特经营一家 名为Young Nails的美甲店 该美甲店不销售食物 不具备接受粮食券的资格 然而 当地社会服务局 和农业部监察长办公室的便衣探员 通过调查后却发现 林航允许顾客用粮食券的电子福利转账卡 来支付该店美甲服务和购买香烟 首饰等商品 还用粮食券换取现金 并向顾客收取这些服务和商品价格的两倍费用 然后 林航再把接收到了粮食券 通过三家具有粮食券接受权限的商家完成交易 联邦检察官指出 林航接受贩卖粮食券福利的金额至少有26000元 他于今年3月被起诉控罪 9月5日在纽约西区联邦法庭认罪 法官将于今年12月16日对该案作出判决 林航将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 和25万元的罚款 新台人记者唐成 纽约报导 赑独食券ف 可态 木车